在新北市的西纸火车站广场 最近有艺术装置禁术 来看台式新闻的独家直集 它的外形像是一个巨型娃娃 虽然用来美化环境 但是有不少民众觉得娃娃长得太丑了 而且看起来像是安娜贝尔很恐怖 晚上还会吓到小朋友呢 原本一番美意 但是却引发了批评的声浪 铁道局只好交由当地居民要投票 再来决定要不要把这个造价 250万元的装置艺术给拆除 整发娃娃穿着花草上衣 瞪大眼睛看着前方配上鲜艳红唇 这么一尊艺术装置 被放在火车站旁迎接来往旅客 就有人认为这模样真的不太讨袭 有点恐怖的感觉 好像鬼娃娃 安娜贝尔之类的吧 晚上的话可能就不会一个人坐在这边 蛮有特色的 他都会去玩 然后他觉得那个妈妈很可爱 然后他都会去摸 民众反应两极 有人喜欢有人看而觉得毛骨悚然 原来这组艺术装置是由知名设计师弘毅创作 命名为有时间来做 正好娃娃眼睛就是时钟造型 提醒旅客时间的重要性 配上半凳椅子让大家休息再出发 系列火车站旁边的大型艺术装置 从民国95年设立到现在已经有13年历史了 不过现在却传出民众想要拆除的声浪 为了要车站这个更加的活泼生动美观 那邀请招标笔件的或者是以公开招标的 那会有很多艺术家来参与 大家来评选这个艺术作品 铁道局表示造价250万的艺术装置 现在有民众联署投票决定是否要拆除 再把结果提供给铁道局 由他们来写拆除计划书 最后让交通部公共艺术审议会做最后决策 出发点是美观环境 没想到一堆民众不买单实在让人意想不到 记者许玉洁许修明新闻是采访报道 按照